42層樓的高度 步行至尼亚加拉瀑布 临近Fallsville赌场 适合家庭旅行或情侣约会 完善的设施 美丽的瀑布景色 美酒 小吃 美食 尽在Embassy Suites By Hilton Nagrafos 地址就在 6700 Fallsville Boulevard Nagrafos 电话905-356-3600 欢迎各位回来 投资有导的环节 那么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继续请到的是 来自伦敦理财的 资深理财顾问 阿调来到我们的现场 你好 欢迎你 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阿调其实每次上来 都会跟我们讲很多 关于理财方面的一些知识了 其实经常 像你们一些理财顾问 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就是财部 你不理财才不理你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理财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之前我们在 每一次节目里面 跟大家讲到 怎么样去制造财富 其实要在 保障的财富上面 其实也需要做一些功课的 对不对 对 没错 我们很多人对理财 都不陌生 并且也很注重理财 但是我发现 大部分人在理财的时候 他们都比较 着重于某一方面目标的实现 比如说储蓄 或者是购买房地产 购买股票 希望能够获得增值的利润 其实这个是远远不够的 在我们的人生 人生中 我们经常有很多 不确定的因素 会影响我们对这些目标的实现 所以说其实在我们理财之前 我们更多的要考虑 要为家庭建立一个 稳健的财务保障计划 是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教大家如何建立一个 财务的保障的计划 刚刚阿较也跟我们讲到了 关于财务的保障计划的 一个重要性 但是到底怎么建立 也希望阿较可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详细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 没错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图表 这是 有一个金三角的图表 有一个金三角图表 那这个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图表 那我们会把这个叫做 财务保障的金字塔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从这个图表 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 我们的财务保障计划 是有一个优先次序的 是 我们首先要保障 我们在那个金字塔的底部 我们要首先要考虑到 我们能够建立一个 稳固的财务自由的根基 能够防范在家庭的 意外的基础上 我们能够防范到 就是说我们发生意外的情况下 能够仍然有足够的资金 来保障家庭的生活 当我们把这部分的风险 考虑到以后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 就是说有计划的 为家庭的各个不同的阶段 的财务目标进行储蓄 当我们前面两个目标 都实现了以后 最后我们才能够考虑 投资增长的机会 来进一步的增长 我们的财富 所以说这个财富保障计划 是一个很重要的计划 我们需要能够通过这种 建立这种一个稳固的 一个基础的形式 来获得我们财务自由的实现 是 没错 大家刚刚在看到的 这个一个金字塔的图片上面 也可以看到它一共的 分为了有三层了 但是很多人 有时候都会有一些误区了 到底你自己现在 是属于要保障哪一层呢 有一个误区就是 可能很多人 就会直奔这个金字塔的塔尖了 但是如果这个基础的工作 没有做好 是很难的奔到这个塔尖去的 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好像这个最底层的这一步 其实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对 没错 那么最底部就是说 最主要是我们人生中 有很多意外 是我们不可以控制 我们也不能够事先知道 针对这样的意外的话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我们的一个机制 我们能够尽量的 把这种意外的损失 减少到最大的程度 然后我们能够有可能的话 我们尽量的转移 这种意外的风险 是 那么这些意外呢 其中呢也包括你 生故啊 或者是呢 受到一些伤害的时候的 一些保险 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这个第一层里面 其实包括哪几种呢 第一层主要是 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的话 我们要着重保障 我们在发生 生故的意外的情况下 家庭的一个财务 财务保障 那第二部分的话 我们要防范 在我们发生残疾 或者是我们就 失去工作能力的时候的 一个风险的防范 第三部分呢 我们要着重于 我们流动资金的建立 主要是在这三部分 好 那么我们 move到第二个金字塔的中间 这一个层次了 这个层次呢 其实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重要性的话 是帮我们能够实现 人生不同阶段的财务目标 因为我们在人生的 不同阶段 我们有不同的责任 和目标需要去完成 那比如说 我们要为子女的教育储蓄 我们要购买房屋 我们要为将来 甚至于父母的养老 进行储备 最主要的是 最终我们要为 自己的退休进行储备 那么其实说 在我们有限的 收入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来平衡 评估这些不同的 目标的重要性 它们实现的紧急程度 甚至于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调整 我们这些目标 实现的量 还有时间点 来获得一个 综合的一个平衡的基础 是 所以说呢 这个基础呢 首先呢就是关于 我们这个紧急的一些情况 以及呢 这个意外的发生了 另外呢 到了这个金字塔的中间 就是呢 关于我们储蓄方面的一些状况的出现了 待会在这个广告回来呢 我们会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在这个金字塔间 大家都想奔到的这个金字塔间呢 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以及呢 怎么样去建立我们广告以后 到此大家 好 WOW TV又有新节目 还送奖品 啊 送奖品 你怎么知道啊 啊 你没有自动提示吗 没有啊 在哪里开的啊 哦 你去热信号 然后就找WOW TV 按下去之后呢 你就将三个选项都按去 按按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会收到一些信息了 啊 这么简单的啊 我马上去弄 中国地域辽阔 人口更多 穩陷着无限的潜力和机遇 新财富 融合新闻性和教育性于一体 It was some 20 years ago when David Tong a successful business man living in Hong Kong had a vision of Shanghai that few others did 会聚多市精英 访客会谈旧专 多市会谈 逢星期六 日 早上十点半播出 好的 欢迎大家回来 最后一个环节的投资游岛 那么刚刚呢 跟大家聊到呢 关于这个保障 这个财务保障计划的 一个金字塔 刚刚呢跟大家聊到了 关于呢 这个塔顶以及塔中 那么关于这个塔尖呢 到底塔尖方面呢 这个保障呢 是有一些哪些的内容呢 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首先我要说明一下 就是今天我们的 金字塔间的话 必须是在我们已经 照顾到前面两方面的需求 以后才考虑的 那你在已经照顾了 前面两方面的需求以后 如果你还有剩余的经济能力 你就可以考虑进行一些 相对的投机性的投资 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 购买家庭度假屋 收集珠宝 字画 或者是收藏古董 甚至一些特别的纪念品 也可以考虑进行一些 气候的投资 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 是 以我的理解来说 刚刚阿道介绍了 这三层的金字塔呢 其实呢第一层呢 最基础的这一层呢 可以说那是最有必要的 但是呢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要从这个底层开始买呢 是不是三层都要一起买完呢 那么要根据大家 不同的这个经济情况来定 到底什么样的人 适合买哪一种的保障呢 首先我们要着重在底部 底部着重在方面的保障 一个就是 生过时候的一个财务保障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人寿保险的形式 来帮我们得到 那我们人寿保险 最主要目的是要能够帮我们 为家庭建立一个长期的 和及时的一个需要的 一个保障 那就针对来说的话 及时需要就主要是 就是说这个人去世以后 要处理身后事的一些费用啊 帮助家庭呢 还清欠款 甚至于呢 甚至于呢就是说 需要一笔基金 紧急基金来应付 就是说税务上的一个负担 那长期的保障 最主要是保障呢 在能够有足够的金额 能够维持家庭的 未来的一个生活的水准 也能够考虑到通货膨胀 对这个未来收入的影响 最主要的最后一点是 我们要保障我们的财富 能够完整的 以最节税的方式 传给我们的家人 所以你认为呢 是我们的每一个人呢 都应该呢 在这个基层的 这个保障做好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呢 都应该买 这样子的一份保险了 那么呢 但是到了 如果第二层的话 如果我有多余的资金 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呢 买了第一层以后 我有多余的资金 继续地进行第二层 会不会有一个年龄层的限制 或者是 都是还是与这个 经济能力有关的呢 还是跟经济能力有关 如果说你的经济能力 有限的情况下 你首先要保障 最主要的需要 首先是你的一个 死亡的时候的一个保障 其次是你在发生残疾的时候 你的收入的补助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的治病的能力 在这个基础上 再能够有足够的基金 就是说应急基金 这三部分都考虑到以后 我们再为家庭做一个退休 教育居所的整体的规划 好 今天非常感谢 到上来的我们节目的现场 跟我们的介绍 关于这个财务保障计划方面的 一些详细的情况 那么刚刚也跟大家详细地 介绍到了这个 整个金字塔的一个构造的过程 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 不同的经济情况 来选购你自己应该购买到的 这个保险的情况 大家有任何的疑问 或者是需要咨询 更详细的情况 也可以继续跟我们的嘉宾联络 他是来自伦敦理财的资深 理财顾问 Ardel Liu 那么今天是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了 长周末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这里预祝Ardel 以及电视机前面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 都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 那我们下个星期一 同一时间再见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